- 喂? - 喂? - 怎麼了? - 啊?你是要坐幾點的? - 蛤?我騎腳踏車捏 - 啊?我騎腳踏車捏 - 為什麼騎腳踏車? - 我騎腳踏車欸 - 你騎腳踏車? - 你騎腳踏車? - 對啊 - 我聽不懂? - 我從高雄騎腳踏車回雲林 - 啊? - 喔?你有病喔! - 好快喔! - 過台南了啦! - 拜拜! - 我忘記跟我媽說我今天要從高雄騎腳踏車回雲林了 - 所以我今天絕對要從高雄騎回雲林 - 然後已經穿上我昨天新買的車褲還有一些裝備了 - 祝我好運! - 希望我可以好好的騎到 - 不要擔心如果騎不到不舒服 - 我會好好的搭火車或找下辦法 - 那我們就出發囉! - GO! - 高雄真的超級超級冷欸 - 然後空氣感覺也有點不好 - 所以我就先戴著口罩騎 - 這一次來高雄 - 忘記帶我的錶下來了 - 所以昨天臨時去小米買了這個 - Realme 2 Lite吧 - 有點忘記了 - 想說可以來記錄一下我這一趟騎的里程 - 還有速度之類的 - 終於離開大馬路了 - 現在在騎小小的巷子 - 其實我不知道這是哪裡 - 我現在都是看Google map照的走 - 剛才高雄都是騎大馬路 - 然後一堆車 - 一堆老豆白跟一堆車還有殺死車 - 超恐怖的 - 嚇死人喔 - 意外的話之後環島 - 應該也是走環島1號線吧 - 掰掰 - 不喜歡騎上坡 - 上坡很累 - 要爬橋的時候 - 就是最高的的時候 - Oh My God - 好險 - 上坡已經過了 - 不然 - 我真的會吐血 - 夢想 - 橋頭希望出頭 - 橋頭是哪裡啊 - 是台南嗎 - 還在高雄 - 現在到了這個 - 高遠鐵馬驛站 - 休息一下 - 然後它在這裡 - 高遠科大旁邊 - 其實目前騎下來都還蠻舒服的 - 因為我一路大概都騎二十左右而已 - 所以也不會太累 - 也不會很喘 - 就是一路順順騎 - 今天是有點逆風 - 但是風也不會太大 - 所以希望可以繼續保持 - 那我可能稍微喝個水 - 三分鐘之後要繼續出發了 - 這個超可愛的耶 - 你看它是做一個飛龍 - 然後在塔上的感覺 - 好可愛唷 - 哇 到台南了 -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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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台南 - 嗚 - 喂 - 怎麼了 - 你是要坐幾點的 - 蛤 - 我騎腳踏車捏 - 什麼騎腳踏車 - 我騎腳踏車耶 - 你騎腳踏車 - 你騎腳踏車 - 對啊 - 我聽不 - 我從高雄騎腳踏車回雲林 - 你好快喔 - 我快喔 - 過台南了啦 - 掰掰 - 我忘記跟我媽說 - 我今天要從高雄騎腳踏車回雲林了 - 悲劇 - 她剛在烙鏈 -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修耶 - 烙鏈應該是這樣修吧 - 這樣應該是OK吧 - 有修好了 - 有修好了 - 有修好了 - 手超髒 - 噢MG - 那兩個字是嘉義嗎 - 噢MG - 台南真的超長的啦 - 到現在還沒騎完 - 啊 - 好累喔 - 現在已經開始覺得 - 膝蓋有一點負擔了 - 不確定有沒有辦法好好的騎回家 - 但前面就是嘉義了 - 然後嘉義其實 - 一兩個小時就到雲林了 - 我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騎完 - 膝蓋真的是 - 每次爬山痠的時候也是這一腳啊 - 破白了 - 還沒有出台南 - 我現在在思考我的人生 - 因為我的左腳現在 - 好痛 - 真的是蠻痛的 - 喔 - 真的太痛了 - 所以決定下來 - 稍微走一下 - 用走的 - 看可不可以比較舒緩一點點 - 喔終於到水上 - 來到嘉義 - 還在想說 - 我這一趟 - 肯定不會哭 - 但是我看到嘉義好想哭喔 - 終於到嘉義了 - 嗨大家 - 我原本以為我這次 - 從高雄起 - 不會哭 - 就這麼短是有什麼好哭的 - 而且又不會說很累 - 結果我還是哭了 - 好丟臉喔 - 現在人在嘉義市 - 然後就先找了一間室內待著 - 然後覺得 - 喔好痛喔 - 我在後面 - 嗯 - 我後來騎超過100克的時候 - 我的膝蓋就開始覺得很痛很痛 - 然後就是 - 沒騎一下 - 我的膝蓋就抽痛一下 - 就是如果我不繼續騎 - 我的腳就會很痛很痛 - 然後 - 然後就是後來覺得真的太痛了 - 所以我就決定 - 停下來休息一下 - 然後後來想說 - 我的那台車 - 現在還沒有裝車燈 - 晚上其實感覺也會有點危險 - 然後我就決定 - 要我撤退 -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惜 - 因為 - 看Google Mac - 其實只剩36公里 - 就可以騎到了 - 所以 - 好像 - 太小看這種長距離了 - 原本覺得很輕鬆 - 我騎前面的時候都覺得 - 就是一切都在掌握之內 - 沒關係 - 因為我這次也才第二次騎車 - 就是前面其實也沒什麼練習 - 就是也是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- 我想說之後回去一定要好好練習 - 在去環島之前呢 - 要多騎幾趟長距離的 - 就是 - 對 - 你這一次騎為雲雲的計畫失敗了 - 我覺得這36公里 - 是不會是我永遠的恨 - 我之後如果騎環島 - 我這段一定要騎完 - 我一定要血吃 - 之前有人問我說 - 為什麼我會突然想騎車 - 其實真的沒為什麼欸 - 就是那時候開頻道 - 就一直想說 - 我有兩件事情想做 - 一件事情就是騎單車環島 - 另外一個就是徒步環島 - 然後感覺騎小搭車環島 - 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- 所以我就決定現在做這件事情 - 我好像講不出什麼很冠冕堂皇的原因 - 可能證明自己啊 - 這裡體力好啊 - 然後或者是表現自己的毅力 - 我覺得沒有 - 我真的就是很膚淺覺得很帥 - 然後 - 後來邊騎的路上 - 我就覺得說 - 或許有一件事情 - 是我可能想要 - 從中去 - 嗯... - 讓我自己相信自己的 - 就是我其實覺得 - 我是一個非常沒有毅力的人 - 就是減肥沒有毅力啊 - 毒水也沒有毅力 - 存錢也沒有毅力 - 那真的是接觸戶外運動之後 - 你看爬山 - 爬很久 - 你還是會東頂啊 - 然後洗澡河河 - 騎再久 - 你還是會到你的目的地 - 欸? - 跑步也騎一樣 - 然後是自從接觸戶外運動之後 - 我才覺得說 - 欸原來自己是個有毅力的人 - 那 - 其實想要透過這一次的環島的企劃 - 然後 - 給自己多一點信心吧 - 對 - 謝謝大家 - 我這一次拍片的企劃失敗 - 然後還要在今天聽我這邊瞎分享 - 還是很謝謝大家